歡迎收聽《新時閣聽新聞》 我是Lily 以下節目內容取材自時政評論員旺有群文章 於《大紀元》受發 11月15日在三藩市出席APEC峰會的中共黨魁習近平 在去廢羅利中原會見美國總統拜登的路上 很多抗議者齊聲高叫 共產黨下台11月14日在習近平抵達三藩市的當日 抗議人士遭用一架小型飛機拉著終結共產黨 自由中國、自由香港、自由西藏、自由維吾爾的巨型橫幅 飛過加州多個城市 經過海灣大橋、到達三藩市市區 整個灣區的人都能看到 拜登與習會面當日 中國著名人權律師高志成的夫人耿和 也到習必經之地抗議更高舉著高志成律師的照片 對中共發出質疑 習此次到訪加州 是拜登就任美國46的總統以來 習第一次到訪美國 與此前習訪美最大的不同是 這次習遭遇了至今為止 最多的抗議者 APEX峰會外的路口 至少傳遞了以下四大信息 海內外民眾的覺醒 發援中共的一個突出突點是 善於狗宣傳、善於偽裝、善於欺騙 用民國政治人物嚴石山的話說 中共是最能迷惑人的狗美狐狸精 但是再狗狐狸的狐狸 也逃不過覺醒者的火眼金精 2004年、2017年、2018年 《大紀元》發表系列社論 《狗評共產黨》 共產主義的忠敬目的 魔鬼在統治著我們世界 將共產黨假惡鬥 毀滅人類的本質 招告天下 破除對中共的幻想 認清中共的本質 近幾年來中美貿易戰 中共鎮壓香港反送中運動 COVID-19蔓延全世界 中共對台灣的極限施壓 中共將對法輪功的迫害 在三年極端清零中 擴展到對全國中國人民的迫害 中共在俄乎戰爭中 實際站在俄一邊 在以蝦戰爭中 實際站在蝦一邊 國內外越來越多的人 能夠認清中共謊言背後包藏的窩心 比如中共在美中峰會上提出的三原則 前美國國務院中國問題顧問 余茂春一針見血感指出 中共所謂的 相互尊重 實際上是要求美國 停止因為中共的鎮壓和不當行為 而講中共的壞話 禍聘共處 實際上是要求美國 當中共想以自己的治理模式 主彩世界時 不要抵制中共 而犧牲現有的全球自由貿易體系和國際法 雙形實際上是中共贏兩次 美國輸兩次 海內外民眾覺醒最突出的表現是 《九評共產黨法》表以來 出現席卷全球的 推出中共黨團隊大潮 據《大紀元》退黨網站統計 至今已有4.2億中國人 推出共產黨團隊 這是自上世紀80年代末 90年代初蘇聯東歐國國 共產黨政權跨台以來 最偉大的一場精神覺醒運動 正從根本上動搖中共的統治根基 中共已到窮逃沒路 8年中共一路殺 一路殺到今天 中共已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殺人最多 嚴血債最大的黨 自從2006年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罪行 在美國首次曝光以來 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 經過持續17年的獨立調查 掌握了大量證據 包括被活摘者臨終前的證言的影片和錄音 這些證據 在追查國際拍攝的32集電視片《鐵證如山》中 有集中展示 追查國際調查 得出的結論是 1999年7月20日 中共獨裁者江澤民發動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煉群體的 迫害以來 超越一切道德和法律底線 以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方式殺人 犯下了這個星球上 前所未有的群體滅絕罪、褐形罪、反人類罪 中共黨魁此時已站在原崎邊 集三年任後達到集權的頂峰 既成了毛澤東時代、鄧小平時代、江澤民時代所有問題的背獲者 亦成了當今中共、內政外交所有問題的第一責任人 這次APEX峰會上 習指望能夠通過緩和和美國的關係對舊經濟產生一些刺激作用 但是 中美之間的所有重大分歧依舊 在拜習會談結束後 一名記者問美國總統拜登 是否堅持自己之前稱現任黨魁為獨裁者的言論 拜登直言 他是一個獨裁者 一點面都不給 習最大的危機是 習指今並沒有真正掌控軍權 中共二十大以來 習親自提拔重用的一批高級將領 接連不斷出事 由火箭軍大岸觸發的軍隊大清洗 以波及國防部等眾多部門 習二十大前查辦的160多個將領 是習的死敵 在習反復打虎十年後 這些二十大後被習查辦的習家軍 譯成了習的死敵 雙述情況表明 習依然面臨兵變、政變、被暗殺的危險 第四 中國即將發生巨變 2022年11月為抗議中共持續三年的極端清零 上海烏魯木齊中路 大批民眾走上街頭 2023年11月 為抗議中共暴政 在習出席APEX峰會的會場外 從美國各地、世界各地趕來的抗議者 亦齊醒高叫 共產黨下台 太平洋兩岸的海內外民眾 居然高叫相同的口號 且高抗激獄 搶遲雲燒 或許 這正是天滅中共的天象 在人間的對應 11月11日 民運人士魏京生 王丹、王君濤 在三藩市希爾頓 佳嶼酒店 召開國事會議新聞發布會 據介紹 第一屆國事會議將於2024年3月 在美國首都華盛頓舉行 自在探討結束中共暴政 倉兼民主中國的方案 海內外的很多中國人 都在為中國跨台做準備 中共的統治以搖搖欲墜 現任中共黨魁的權勢 以岌岌可危 如果再來一個癡通人心的突發事件 可能引發一場政治巨變的驚徒蟹浪 本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語版部分內容 以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 ahead